用BGM 大家好,我是小黄瓜 我现在正试图用BGM掩盖一点噪音 诶,还蛮有用的 我听不见噪音了 哦,是本来就没噪音了 但是它待会儿还会来的 我在这儿已经做了一个半小时了 事情是这样的 要从昨天收集 这个视频昨天本来就该录好的 昨天晚上 我开开心情话好装 然后等到稍微晚一点 因为如果视频太早的话 会听见邻居家活动楼上楼下隔壁 担盘有点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所以呢 这也是为什么一件直播也比较晚的原因 哦,也不是直播完是因为大家睡觉比较晚 我连自己直播什么原因都忘了 去他妈的 然后 我化完妆 做好准备 写好这些小卡片 准备好内容 做到电脑前面 就在我开电脑的时候 发现外面突然下雨了 不是下雨 不是中雨 是暴雨 非常大的暴雨 然后呢我想 嗯,一般那么大的雨不会下太久 我就坐在原地 玩了半个小时植物大战僵尸 我游戏都玩不下去了 半个小时之后 我看了一下 外面的雨完全没有要听的意思 然后我想 嗯,我这么等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要不明天再录吧 然后呢 我就开开心心说了东西 洗了澡 卸了妆 等我出来 身上还没有完全擦干净的时候 我发现雨停了 我那个暴躁啊 我昨天 我昨天 发型没有今天那么油 妆容也比今天要好看 人都看起来比今天可爱一点 然后今天我又开开心心 准备为大家录制视频 就像开头听到的那个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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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的那个电气声 现在你听不到 对 又在我全做好准备准备录的时候 不对,我已经录了 我录了两分钟的时候 我录了两分钟的时候 这个声音出现了 到现在已经一个半小时多了 多几分钟 我今天跟他刚上了 无论如何 我今天要把这个视频录出来 我已经在群里面说了 我说 我现在去化妆 然后录视频 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我待会就算 顶着那个噪音 我也要把这个视频录出来 都比方吗 我在这里再等几分钟 这不是真实的视频 因为真实的视频 一旦录起来 那个声音又出现 我又要把它关掉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等待 我要确认那个声音不会再出现 陪我等一下吧 路上的邻居刚关了门 好像打开了什么东西 哇 我现在 我感觉我好像那种 那种头盔狂 我还陆视频 陆视频偷听邻居家 我真的不是那种变态 我在等楼上 那个点击声肯定不会出现 我就 我要录视频了 我现在都几点了 再等两分钟 那个声音不出现 我就可以 录了 然后希望我 运气好可以一遍过 你们知道吗 每次录视频说 欸 大家好 我是小黄瓜 这句话 如果说多了 到后面会越说越嘎 越说越没状态 因为就像 比如我上一个视频 录到现在十几天 感觉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这个时候呢 一坐在电脑前面 说的大家好 我是小黄瓜 那是发自内心的 就像很久没有见的朋友 但是 当你NG一下 然后再重来 遇到什么打断了 再重来 几下 即便下来之后 我今天大概被打断了 有十六几次 然后 几次这样下来之后 当你再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就很假 然后 从开头 当别人第一次点开你的视频 就会看到一个 很假的人 在那里 不是 然后这个视频 就没有前途 这个视频就没有未来 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说到现在 好像那个声音都没出现了 它应该不会出现了 我应该可以录了 拜拜 我把这个视频关了 然后我要开始 录今天的内容了 看到我的发型没有 看到我的发型没有 我因为坐在这里太焦虑 然后一直在揉头 然后我的头发已经溶掉了 看到它没有一根一根一根 一律一律的 哇 我的天哪 一个多小时之间 我坐在这里可可爱爱的 现在我看起来 不说那么多了 我去露视频了 我会看起来 我吃了 我去吃了 我太好了